大家好,這是網狗 今天我要玩一個很恐怖 很多網友希望我挑戰的一個都市傳說 這個都市傳說很類似一個人的捉迷藏 只是差別在於它是流傳於歐美國家 那它的名字就叫做 這個都市傳說的玩法很簡單 它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跟鬼玩捉迷藏 不要被它抓到 那我們要怎麼把這個鬼召喚出來 跟它玩捉迷藏呢? 關掉整個屋子的燈 然後進入浴室 並且用火柴點燃蠟燭 念說 那念完這一段之後 捉迷藏就開始了 開始之後呢 你要先跑去最大間的房間等待 並且躲藏 如果在等待的過程中 你聽到一聲很微弱的聲音聲的話 這時就要趕快換一個地方躲藏 這個過程就是持續到凌晨三點鐘 到凌晨三點之後 就回到最大間的那間房間 念說 Thank you you playing But you must leave now You are not longer welcome 遊戲就結束了 有幾個點需要特別的注意 第一個 在躲藏的過程中呢 切記不要大聲講話 也不要有任何很大或者是很快速的動作 因為這樣子的話會讓它更容易找到你 第二點 如果在過程中你聽到的不是微弱的聲音聲 你聽到的是其他的聲音的話 這個時候就要趕快終止遊戲 立刻離開家裡 那第三點就是比較好的 如果你挑戰成功之後 你可以許願 然後獲得一個獎品 聽說這個獎品 會明天早上出現在你家門口 那獎品的話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慾望 我覺得就 這個世界可以好一點 不要有流浪狗 大家都可以很平安啊 很順遂的 過生活這樣子 因為最近看到 很多歐洲那種恐怖攻擊事件 第三點就是希望ISIS 他們 可以每一個心態都會心轉意 然後變成很正直的人這樣子 我會不會許太多了 那現在沒事 我們就等待到12點1分吧 我現在這次的準備要開始了 然後這裡也加一台攝影機 現在12點1分 我現在把燈關掉 等它洗掉 好 好 我們趕快去躲起來 攝影機打開 Go OK 我現在在最大的房間 然後我在棉被裡面 然後我開一下這個燈 我這裡開一個 三個廣的那個小圓燈 對 我現在就 等它 微弱的聲音聲 非常的可怕 希望我挑戰成功 現在已經過了 差不多10分鐘了 我覺得我應該要換個地方 OK 好我們走我們走 走 房間 好熱 好熱 啊 新據點 這個是真的 心裡 各方面真的都很煎熬 可以延續我起來 還是我躲在那個衣櫃後面 不能不能有太大的動作 我真的快垃圾了 第一個 緊張 第二個 腿痠 我桌上什麼時候會多一副鏡子的啊 那個鏡子 雖然是沒有照到我 可是好可怕喔 不舒服 有沒有聽到 有一個洞洞的聲音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聲音 噓 很像那種東西掉下來的聲音 我們等一下三點再出去檢查看看 我不會一直覺得我被子外面有人 看一下 還好 沒有東西啊 就很可怕 各位 現在已經三點了 我覺得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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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疲憊 我也沒有聽到聲音聲 但是被蓋上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外面有人 但是 不管怎麼看 對還是沒有人 不知道廁所那個會不會錄到什麼東西 好不多說 那我們就趕快移動到最大的房間 然後把它結束掉吧 OK GO 沒有講太多 好 什麼聲音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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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玩 謝謝你玩 但你必須要離開 現在 你不再歡迎 我們這個遊戲正式算是結束了吧 我來開燈 我來看看 廁所 廁所的錄像機 不知道什麼東西 你也不知道 很喜歡 有關 你不會想去 你不再拍什麼 兩次席 你不要再拍了 太多了 你不小心 我沒有再拍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